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由黨出自列治民北中選區的Therese Watt 骨結兵 你好 各位觀眾 你好 我們也有邀請到綠黨 不過綠黨未有派出候選人參與今晚的討論 首先講解整個辯論今天的不同環節 首先兩位候選人會有各有兩分鐘的時間去介紹自己 之後我會向兩個黨候選人發問問題 另外的環節也包括 兩位候選人有機會向對方作出質詢 最後我們都會讀出觀眾的問題給兩位回答 事不宜遲 我們今晚立刻展開第一個環節 剛才提到兩位各有兩分鐘的時間去介紹自己 和講述一下自己的政綱理念 在夠鐘的時間會聽到這個聲音 時意時間已經是夠鐘 而今晚第一位先的是 由現記政府代表新聞主黨的周廣華 你可以開始 各位朋友 我是周廣華 George Chow 我在2017年 當選為省議員 代表這個溫哥華非守維區 我曾任兩屆溫哥華的市議員 從政之前 我任職水電工程師 都有幾十年了 這次省選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BC新聞主黨 和我們的黨領賀錦先生 公佈了一個為民眾服務的重要的政綱 英文就叫做Working for you 為你服務 為你工作 這個計劃將會為所有省民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這項計劃能夠幫助民眾度過疫情的大流行 並確保每個人都從經濟復甦中得到益處 這次省選會決定到BC省關鍵的未來 當我們面臨因為疫情帶來的新現實 並且要向全面復甦慢進的時候 我們BC新聞主黨的計劃 提供民眾目前需要的協助 列出願景讓BC如何在疫情中 比從前更強大及安全 BC新聞主黨打造美好未來的計劃 重點包括提供家庭一次性的 一千元經濟復甦補助 Recovery Benefit 設立全新醫療學校訓練更多的醫生 以及推動治癌症的10年計劃 擴大每天10元托兒服務的計劃 提供12歲以下的兒童 免費承搭公共交通 設立一個全新經濟復甦的基金 Recovery Investment Fund 每年提供30億元興建新學校、醫院 以及交通設施等等 這些基礎建設每年都能創造 1萬8千個全新就業機會 我們很想在這裡得到觀眾的意見 謝謝George 之後有代表自由黨的骨葉兵 Theresa 你也有兩分鐘的時間 而再開始 今次省選的關鍵 就是大家需要選出一個值得大家信賴的政黨 帶領BC省安全地走出疫情 回復省民的信心 重建本省的經濟 在今次前所未有的疫情 BC自由黨雖然是官方反對黨 但為了BC省民著想 我們決定放棄政治的分歧 願意和執政黨充分合作 毫無保留支持執政黨 處理疫情方面的所有決策 所以省政府才運作得這麼暢順 得到省民的支持 但可惜執政黨忘記了這一點 加上權力欲分心 不惜背信棄義 不過疫情已經進入了第二波 不理省民的死活 突然提早一年舉行 完全沒有必要的省選 今次疫情令到白月蕭條 旅遊業和餐飲月更是總賽區 大批商戶倒閉 大量的省民失業 BC自由黨如果當選 為了刺激消費意欲 幫助經濟復甦 會豁免省稅PST一年 第二年將省稅降低至3% 亦都會免除兩個 百分點的小型企業所得稅 以及為旅遊和酒店業 提供貸款擔保計劃 並且會投放大量的資源發展基建 撥出80億元興建 大橋取代馬西隧道 解決隧道嚴重擠失的問題 樂室列治民醫院急症護理大樓重建計劃 為了照顧長者 未來的五年將會撥出10億元 對日久失修的長期護理院社升級或重建 並且會增加單人房間的數目 也會提供每年7千元的長者家居護理年稅 讓長者可以在家居護理服務的幫助下 可以自己在家中生活更多時間 和親朋好友一起度過 讓他們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晚年 謝謝Teresa 兩位鏡頭開始亦都說了 亦都介紹了自己 接下來的環節是由我 向兩位在不同的議題上作出一個發問 每位候選人有1分鐘的時間去作答 作答的先後次序以梅花間足的方式 第一題是由George回應 之後是Teresa補答 第二題是Teresa回應 之後到George補答 如此類推 George的問題是首先要向理髮問 在疫情期間舉行省選 一直都可以說是外界為人救病 民主黨三年前 雖然議席少於自由黨 一個組成政府和綠黨支持之下合作執政 現在舉行省選 綠黨都是抗議你們單方面施毀協議 George可否回應一下 今次省選的急切性在哪裏呢 你有1分鐘的時間 今次的省選 我們那個疫情是控制得相當好 就算我們在明年省選 疫情都會在這裏 現實就是這樣 至於我們和綠黨成為一個partner 做政府呢 就是因為綠黨已經是他們分散了 我們以前那個協議呢 基本上就已經是不成立了 在這方面呢 我們也都很想和民眾一個對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recovery plan 就是復甦的計劃 那我剛才也有說了其中一兩項 那在那些復甦計劃呢 我們是很想能夠和那些省民呢 大家討論一下 讓他們知道我們想做些什麼 那這個民主政制就是說 一個政府出來應該將他的政綱 供之於那些voter 而那些voter呢就會根據這樣呢 來去選我們 還是不選我們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呢就是說 疫情是受控制之下 嗯 好 麻煩了George 那Theresa你也是有一分鐘的時間 回應這個問題 剛才George說到呢就說 和綠黨的協議呢就已經不可以執行 其實呢這件事是完全不正確的 新選出來的綠黨的領袖呢 Sonya呢 她是已經公開了和傳媒說呢 就說在賀錦呢 省長呢就召開省選之前呢 她已經前幾天和她親自應過面 並且親自簽署了一個文件 是給賀錦省長的 就說了他們會繼續去和她合作的 所以剛才George說到呢 他們的理由就是 因為綠黨不和她合作 不可以穩定的政府 是完全完全站不住腳 那麼綠黨的黨 你說得很清楚啦 他們過去那三年 也都是完全支持新民主黨政府 所以用這個做理由 是完全是為了權力欲分心 因為他們看到民意調查高 他們可以組成多數黨的政府 就不顧我們省民的死活 最主要的所有人都知道 秋季一天氣冷進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第二波 可以是 謝謝Theresa 承接疫情方面的議題 自由黨都推出了一連免PST的政綱 不過外界質疑 似乎是幫助富裕的人士大於幫助基層 尤其是在大額的花費 例如買車等等 究竟想問問Theresa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究竟對基層的幫助又大不大呢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絕對有考慮過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刺激經濟是很重要的 是因為我們的小型生意 很多由於現在新民主黨政府 他們雖然承諾了50億元 但是他們另外承諾20億元 比小型生意是完全沒有落實到的 所以我們執政了之後 一定要確保小型生意可以經濟復甦 這個省稅PST減免對他們幫助很大 而且最主要還可以把錢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口袋之中 在一個家庭 他們每年的6萬元收入 他們可以一年有1,700元 放在口袋之中 他們就可以來消費 相對來說 新民主黨的派堂1,000元 那些省民未必是去將它消費 是對刺激經濟絕無幫助 我們在幫助省民安全度過疫情的同時 一定要刺激經濟 一定要確保我們98%的小型企業 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謝謝Theresa George你又怎樣看這個減PST的政綱呢 Theresa說她的減PST 那些就完全是理財不負責任的 因為財政那方面呢 赤字就會80億 8 billion 這個是很龐大的數字 同時呢 要刺激經濟呢 就要把那些錢 放在大多數人的口袋之中 讓他們出去消費去社區 如果沒有了PST 如果你有錢人想買一輛20萬的車 他可以省了1萬4元的PST 但是我們在BC省就不是製造這輛車的 雖然這個是一個交易 但是它那個spin-off effect呢 流下來就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認為給1000元呢 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而且這個呢 是基於他們的income的 那在香港也都有 這些這樣的incentive 那我們認為呢 這個是把錢放在民眾的口袋 讓他們去spin 才能夠刺激到這些經濟 好 謝謝George 下一條問題呢 是George先回答的 新聞主黨方面呢 都有提出不同的政綱 例如派錢的政綱 例如每個家庭會發放1000元 外界要批評的 新聞主黨都是執政黨 一直都是 那為什麼現在才提出這個 所謂派錢的一個措施 之前疫情最嚴重的時間 又沒有提出來 是不是因為省選才會這樣做呢 George 你有一分鐘時間 這個是我們宣佈了省選之後 我們的platform committee 想出來的 那之前我們也有派貨過法 也有1000元 是不是 也有做過 不過現在發覺 我們的經濟是需要刺激 那個1000元派發 已經是做了 那是一次的 那這次也是一次的 那我們認為呢 將那些錢 給在一般平民的口袋呢 他們去刺激經濟呢 就會effective一些 會有效率的 好過你減了PSD 那只有富裕的人 就減少得最多錢 是不是 好 麻煩你了 是George的 Theresa 你又怎麼看呢 主持人 你剛才說得很好 如果是要派錢 派糖呢 就應該在疫情開始的時候派 不是臨到在競選期間 這個很明顯 你怎樣解釋都沒有用 George 不過這個不是你的過錯 是你的老闆的過錯 因為很明顯 這個是派錢派糖去討好選民 如果你是要為選民作想 在3月開始的時候 那麼多人失業 為什麼那時候不派錢呢 要等到現在才派錢 還有 PSD絕對不是益富人的 Dollar Store去買東西 我們很多一般普通老百姓 都要去Dollar Store 很多一元店賣東西 一元店賣東西都會省回PSD 所以你給1000元 而且你是12萬以下的人 收入都有1000元的 這個錢是絕對沒有刺激到經濟 我們很重要 新民主黨最糟糕的一點 他們就是不懂去刺激經濟 只是懂得洗錢、洗錢、派錢、派錢 我們一定要雙軌旗下 我們要雙軌一起進行的 我們要確保我們的省民 健康、安全的同事 而且要確保他們找到工作 還要刺激 好 麻煩你 Teresa 省自由黨至今都提出了當項的承諾 剛才提過取消PST 重啟Marcy大橋計劃 結束ICBC壟斷競爭等的承諾 不過省自由黨過去執政都很多年了 Theresa當時你自己選區的 列治民醫院重建計劃 一直都未得以落實 直到去年才有撲款 而NDP新民主黨一樣 上屆省選至今已經三年了 10元的托移計劃 很多人都是拿不到的 今屆都不是新平舊走 可以說是舊平舊走 作出一樣的托移承諾 綠黨反而還說宣布 可以有免費托移服務 究竟選民怎樣可以信任 請問你們說過的一些競選的承諾 是一定會去兌現的 Theresa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我說回列治民醫院 我們沒有違背承諾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 我成功地推動了我們自由黨政府 開啟列治民醫院的急症護理大樓的重建計劃 我們也都在2017年的時候 就承諾了在省選之前已經承諾了 就是在秋季的時候 撥款300萬元去進行商業計劃 所以我們是沒有違背到我們的承諾 在列治民醫院的事情上 但是正正新民主黨政府 他們一路競選2017年的時候 承諾會重建列治民醫院 但是指民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直到現在還沒有批准過商業計劃 而省長竟然在7月 還會說9月會批准過商業計劃 其實在7月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他在10月會舉行省選 還有十元日託的 他們的理由就是綠黨不合作 綠黨已經說得很清楚 那個黨領說他們是絕對合作 但是他們自己做不到 就歸咎 好 謝謝Theresa 好George 你一樣有一分鐘的時間 是 我們10元的托兒計劃 就繼續會跟進的 在我們現在這個新的綱領裡面都有的 我們在執政了這三年內 都已經是建立了 3萬2千個托兒位的了 至於列治民醫院 其實我真的要糾正Theresa所說 在我們來講 當你要有這樣的基建 在省庫裡面來講 你一定要有一個concept plan 有個概念的計劃 之後你有個business plan 商業的計劃 至我所知 到我們執政 takeover 自由黨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有這個concept plan 自由黨已經在16年 而列治民醫院 這麼舊的醫院 他們都沒有做好的concept plan 但反觀我們來講 我們concept plan 就已經做了 這個Theresa Board 師傅部也批准了 現在就要做business plan 這個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做的 謝謝George 我們暫時討論到這裡 第二節回來 會有更加精彩的互相質問環節 回到時事平台 在我身邊繼續有代表悲思政民主黨 出戰溫高華Phraserville選區的周廣華 另外也有代表悲思自由黨 出戰列治民北中選區的Theresa Ward 屈結兵和我們一起聊聊 接下來的環節 會被兩名候選人互相向對方作出提問 發問的時間是30秒 而作答的時間是1分鐘 之後發問的人士可以有15秒時間追問 最後作答者有30秒時間補充 這句的環節是會由自由黨 向新民主黨先作出發問 Theresa 你有30秒時間 你可以開始 我想和George說 你不要學你的政黨新民主黨 將事實混淆了 亂作的事實出來 說回列治民醫院 其實這個是在2016年的時候 那個概念計劃是由我們開始 並不是由新民主黨開始 這個要搞清楚 你查回新聞稿都很清楚 而且我是2013年當選之後 因為列治民醫院在我選區 所以我就聽到那些選民說 列治民醫院很陳舊 一定是重建 好 終於三個小時 George你可以作答 那現在我們都不是說討論誰做什麼 總之在我們來說 新民主黨就是為State Voter服務的 不論我們哪個地區 我們有沒有議員 是屬於我們的黨也好 我們都很樂意去做 那這件事是很值得我們做 但是在我所知 就是說到我們 承證的時候 那個概念計劃 都未能搞好 那麼我們就是持續 但是我們是已經做到 幾乎可以去做行業計劃的了 那就是要做了行業計劃 你才可以去 就是去師傅那個 board去拿錢的 那所以我們是很切實這樣去為這個選民 是省民去服務的 Theresa有沒有追問 2018年3月 你們通過概念計劃 說做那個business friend 商業計劃是15至18個月 但是現在已經27個月了 已經超過了 你們還沒通過商業計劃 你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我們在省選的時候 就說會去重建 又是那些 George 你可以補答了 我們基本上就是 因為有很多project 有很多時候都未必說 我們所說的那個deadline 是做得到 但是至少來說 這個是可以 go through the church report的了 如果到這個 如果沒有省選 到這個10月 應該是有一個好消息出 好 麻煩你George 接下來是由George 向Theresa發問 你一樣是有30秒的時間 你可以現場開始 自由黨就說會減這個pst 7個percent 但是有很多服務 其實重要的服務 都是沒有pst的 在我看 這個基本上都是為富人去服務 如果你們是私人這個計劃的時候 會cost80億 那你們是不是會去減低 醫療服務或者服務呢 這些是我很想知道的 好 Teresa 你有1分鐘的時間作答 我們絕對是不會減低醫療 或者任何教育服務 你們不要把又是這樣亂說的東西 才可以 新民主黨是一個過橋抽版的政黨 你們2017年的承諾就完全沒有了 我可以數出來十元日託 40元給那些租戶 還有一連串可以負擔的房屋 完全都沒有根據你們的承諾做得到 你們說的完全都不是事實來的 你們只是在競選的時候 就去承諾什麼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但是過了省選之後 就什麼都不行 什麼都說要去諮詢 諮詢 最終每次等到省選的時候 你們又再派堂 又再承諾 你們現在說承諾列治民議員 經過三年多的商業計劃都沒有批准 你剛才說得好啊George 你說如果現在殺我們省議會就可以批准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開省議會呢 為什麼要白白 要提早一年去省選 這麼多事情可以做 這麼多事情可以對選民有幫助的 你們正正是不去做 而是要在疫情當下 不顧省民的事 George 你有沒有追問 當然是有的 我沒有說要經省議會 因為這些不是省議會批准的 基本上你做了行業計劃的時候 就是師傅部去批准的 那這一點就不關省議會的事 那如果批准了之後 就可以放進去那個資金計劃 那其實這個就已經在做了 這樣就不關省議會的事 那正正是因為我們舉行這個省選 所有政府就無政府狀態 care-taker government 你答得很好啊 George 只是因為你舉行省選 政府沒有得運作 所以批准不了商業計劃 所以那個tresor board 又不能批准 你真的答得好 你為我解答了一個問題 大家的省民要知道 這個政府只是為了自己執政 多數黨政府 就不讓這個列治民冤給我們的選民 大家要記住 他們只是為了權力充分頭腦 完全不顧我們省民的死活 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黨 怎麼可以去相信他 好 感謝Teresa 也感謝George 今集時事平台的時間又差不多 不過我們在下星期的同樣時間 將會繼續播出下半段 有兩位候選人 當然是Teresa和George 繼續的一個辯論 記住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收看 再會